这是GeoSender2020年秋冬在米兰的一场秀 这个品牌对于所有学服装设计的人来说 它的地位都是无可替代的 因为这个品牌作为极简主义 在服装上应用的一个算是开身笔服吧 不管它过程当中 它在这个品牌的所有权更换了多少个主人 但是它的这个风格 极简主义的风格始终是保留的 始终没有变 最早以前提出 Plysis More都少技术多这种设计原则 设计方式 最早就是从这个品牌开始的 现在的这个设计师是一对夫妇 他们是Lucy和Luc Mayer 这两个人他们的整个风格在延续了GeoSender传统的极简主义风格的基础之上 同时又给所有的这种服装的系列增加了更多的生命力 还有趣味性 还有这个服装的趣味性 现在看到这个场地 它是在米兰的一个热力发电站 一个重新翻新的热力发电站 但是这个发电站 它之后会作为工业设计师的一个展会的会场 所以能看到这个混凝土和这种比较原始的状况 那种装修的场地 同时也呼应了他们这一季秋冬的一个主题 就是纯粹 追求这种服装的纯粹的美 就挺现代的 我这些都是 城市 很城市 对 你绝对不能说它很乡村 对 有能有脚的都 对吧 对 黑白灰 很现代 对 你捕捉到了这个品牌的一个最最精髓的元素 就 这个品牌最早的 它的同名的设计师 就Jir Sinder本人 她是一个德国人 一个德国女性 所以 她最早以前 就是提出这种少即是多 这种设计原则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 整个服装界 并不是 热衷于这种极简主义的 所以她其实很长时间 是郁郁不得志 什么时候 她其实在1960年 6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 她最早去了洛杉矶 然后 并没有取得什么很好的反响 然后她又回到她的初生地 60年代 她提出少即是多是吧 对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西匹时代 大家都喜欢 就是说 繁多嘛 多就是少 那种提出 对 情绪表达也是比较 比较充沛 对 很热烈的时代 很热烈的时代 对 所以她当时非常抑郁 然后就回到汉堡 之后隔了几年 又再去了巴黎 但是法国女人那个时候 也不喜欢这种极简的风格 所以就是两次 她都是抱着希望而去 但是抱着失望而回 但是后来 她赶上了这种 就是整个女性追求 平权时代的平权时代的到来 慢慢慢慢大家对这种 走入职场当中的女性 职业装是有更多的需求 所以应而来的这种极简的风格 也就普遍得到市场上 一个广泛的一个好评 一个欢迎的这种 而且那个大时代已经 这个美学风格已经发生变化了 她这种极简的 也适应了时代的一些需求 对 一些风格的流行趋势 对 就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系列里面 就是现在的这个设计师 Lucy Mayer 他们夫妇两个 从上一季的春夏开始 他们的灵感来源 有一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二十世纪初的时候 一个被叫做维也纳工坊 维也纳设计工坊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组织 他们当中找来的一些灵感来源 这个工坊当时成立于 应该是1902年左右 非常早 它是集合了当时的建筑师 艺术家 还有一些时尚设计师 一些先锋设计师 做一些创作 分别在几个分会场 有这种不同的工作坊 所以当时来说 就是这个工坊 它就奠定了 现代设计的一个先驱 所以从后来的包豪斯 还有像装饰艺术 很多东西都可以看到 这个时代的一个远处 其实你看到现在这个秀里的服装 有一些已经不是那样极度的简洁了 因为最早以前这个设计师 这个品牌的设计师 他是觉得多一根线条 都是一个多余 但是你看这里面 其实有很多装饰的东西 但依然你能觉得这个服装 它的纯粹性是可以感受到的 所以你看到你的冰箱 它就在这里面 尾心上不一定有任何事情 就是这种仇学 可以让你来到这种工作坊 除了这个工坏 或者是从影子上 没想到 码 看再来 掂